仅有物不知其数 三三数之二 五五数之三 七七数之二 温物几分 二十有三 远看微微塔七层 红光点点倍加倍 共登381战 请问尖头 登记者 三战 仅有善行者一百步 不善行者六十步 今不善行者先行一百步 善行者追止 问几何步几准 二百五十步 二郎街上走 提湖去买酒 玉殿加一杯 见花喝一等 三玉殿和花 喝光虎中酒 请问 共有多少酒 七八斗酒 有田 广十二步 纵十四步 问田为几何 一百六十八步 一百六十八步 今智兔铜龙 善有三十五头 下游九十四足 请问智兔各集合 兔十二只 智二十三九 请出题 这也太快了吧 我连题目都没有听清楚 他们是怎么算的 诸心算 就是在心中想出一个算盘 不管对方提出什么算学问题 都可以快速地拨算而出 星远这次真是神仙了 这太厉害了 星远的算学虽然高人易等 但这浅玉石也不容小觑 他们两个 恐怕是失君利敌了 请阁下切五刀 是这块糕 分给二十人享用的 切五刀 这 请问阁下 所切的二十块高的大小形状 必须完全相同吗 不必 只要二十块即可 没想到如此简单 你们真是真正的 这块糕 转下 对 你呢 是 这 对 也 有人 你呢 有 amor wła 我 你 gera 甚至 是我 做 厉害啊 厉害是半小 厉害啊 阁下的确聪慧过人 请出题吧 我们大狱速来就有九宫游戏 在下不才将这九宫游戏申发了一下 做成了这个连环九宫阁 请阁下根据盘面上的已知数字 填写出空格内剩余的数字 并满足每一行 每一列 每一个空格内的数字均含一到九 且不重复 半小的这个九宫游戏我见过 真的太难了 这东国的潜鱼石定然打不出来 在下输了 你好啊 这东国潜鱼石不过如此啊 太好了 既然阁下精通算学 在下有一道难题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想向阁下讨教 若阁下能给出答案 在下便输得心服口服 喂 愿赌服输啊 怎么还在问问题呢 先别少 我跟你再说 书了就是书了 请讲 请阁下在这张棋盘上放米 每放一格 米的量数要比之前多一倍 试问 放到第几格 米将过一亿粒 这么多啊 就是 就算把它摆放出来 也没办法算得清楚吗 哎呀 此题无解 无解啊 这棋盘才有多少格 怎么可能放得下一亿粒密啊 对啊 此题 困扰在下数在 举国上下 无一人能算出 看大预算学者 能否给出答案来 我知道了 第二十八格 米的数量竟然超过一亿 如何为证 从第三格开始 十二翻倍变成了四 第四格 二两次翻倍变成了八 如此类推 二连续翻倍二十七次之后 得到的答案便就是 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一万 七千七百二十八 也就超过了一亿粒 二十七 再加上第一个 放的一粒米的那个格子 也就得到第二十八格 米的数量将超过一亿 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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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学子智慧过人 在下干拜下风 好